921地震社区大楼受灾户 站在倒塌的社区遗址 用雨月花的歌声唱出心中的无奈 地震虽然过去23年 但被震倒的房子到现在还无法重建 一想到这里 地震的阴影再度涌上心头 一心之间天人有隔 那却是我们永远的头 位在台中太平的新平生活公园社区 地震时被判定全岛 12名住户罹难 344户受灾户控告建商黑心施工 但建商宣告倒闭 求偿无门 妈妈是他 我要重建 即使受灾户想要原地重建 却因为土地持分太多 加上转卖 继承 整合不容易 到现在还无法都更重建 他们希望政府出面早日解决 否则随着时间拖久会更难处理 市府都发局表示 今年八月已经请都庚建设公司 加强和土地持分所有人沟通 尽速提送资料审议 他们也持续协助相关权利人 与实施者协调 早日完成重建 地震过去23年 受灾户过着四处租屋的日子 甚至无力偿还成年贷款 回家对一般人来说稀松平常 但对受灾户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怀疑新黄蕊威哲肖月台中报导 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们做了吗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 我们的CH52华氏的频道 而且记得哦 一定要帮我们分享 按赞 还要开启小铃铛 再见